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总是需要一点精神的 在这句话里边 他并没指明精神究竟具体什么内涵跟外言 对在座的青年学者 我们完全可以说 中国在上世纪 1919年五四所创造的 science 科学精神 是我们所需要的重要精神起来 我们有个前言 起来不愿意做奴隶人们 大概十年前一个冬日 我正终于学习杨振宁的科学方法 在研究相关材料的里边 明显感觉到杨振宁对祖国的热爱 和对近代史了解 作为世界级的物理学家 为什么对近代史要花那么大力气呢 我对此考虑了多日以后 突然在脑海里边 倾斜呈现出两条非常明显的平行线索 一条中国近代屡遭趋弱的历史 另外一条中国近代科技落后的历史 两条平行线出现 使我们对很多问题忽然开朗 著名电影导演谢金 在接受中央电台 大家栏目采访的时候 深情回顾了 他导演电影 《鸦片战争》的创作过程 他说 影片里第一句话就是说 一个民主 只有真正站起来的时候 才有可能去反思那一段贵子的历史 谢金说五十年代林哲学轰动历史 他是以两个人为中心展开的 正面人物是赵丹演的林哲学 反面人物是韩非演的齐善 大家看 这当年的赵丹演林哲学还是比较帅的 韩非呢 当然齐善要比较丑 但当谢金真正深入历史以后 发现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 他说 基斯林这些不策则 或者没有齐善这个坏蛋 虎门直战来的整个鸦片战争 中国还是要失败 因为当时英国也是工业社会 中国完全处于闭关自首的农业社会 不管我们感情上是否能接受 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对此邓小平做了非常明确的总结 落后就要挨打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一下落后挨打的一条线 从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 各浪香港开始到1915年 中日21条对山东满洲日本侵占 其间有22个不平等条约 这段痛苦的事 是每个中国人都不堪回首 大家可以看出来 这个不平等条约有多少 中英南京条约1842 中英五口通商章城 中英虎门条约1843 中美光沙条约1844 中法黄埔条约1844 中俄爱慧条约1858 都是侵占我们 中俄天津条约1858 中美中英中法天津条约1858 中英中法北京条约1860 中俄北京条约1860 中俄看分西北界约约1864 北京专条1874 中英燕台条约1876 中俄伊利条约1881 科特界约1883 中法约1885 中英会议藏英条约1890 中英会议藏英条约1893 中日马关条1895 中国跟英俄得发美日伊俄 比利斯 荷兰西班牙的薪酬条约1901 刚刚跨了二十一世纪 二十一条 1915 中俄呼伦条约1915 陆军共同房地军事协定 海军共同房地军事协定 1918 哎呀 这个条约 中国多少地方给各让出去 中国多少白银给留出去 这是中日甲乌战争 那是欧洲已经资本主义 而我们农业社会 活该挨打 所以小平尽管是很难听 我觉得非常精疲的语言 如何就爱他 当我们来看一下当着外国人怎么看待Chinese 1895年 有个叫赫达的英国人 他怎么说的 恐怕中国今日离真正的政治改革还很远 这个说大无比的巨人 如此忽然跳起 哈西伸腰 我们以为他醒了 准备他干一番伟大的事业 但过了一层 却看中国人又坐了下来 喝了一口茶 染气烟的打个哈西 又朦朧的睡着了 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 回顾这段苦难时 中华世纪放在碑文 做了精疲的总结 回顾近代 百年三万六七日 宝藏民族苦难 历尽便是个风商 烽火硝烟 江山剑 缓狂烂于击倒 趁大萨于断粮 春风又绿神州 华萨在目照样 再来我们看看另外一条 科技落后的平行线 这他非常注意 中国古代有个辉煌的科技发展历史 有个辉煌的中华文明 并大大宣传说印刷术 火药指南针造之四大发明 是中国来 一个外国的欧洲近代启蒙人 培克 这到1400年 正和下西洋 这个航船 仍然是当世界第一 1400到1600 中国开始落后西方了 在这样一段两三百年时间里 西方 他分级 文艺复兴 哥白尼 纳比尔 卡尼勒 凯普拉 哈维 哈维是发现心脏循环 迪卡尔 这些几何人 中国只有王牙明 杨长宁先评价 他的中国思想 中国社会 没产生长云影响 其实有部分的反科学 您看看 中国跟外国的对比 168千年牛顿出版了 自然哲学家数学原理 表辞近代科学 真正在欧洲诞生了 注意 牛顿是几何推理的方法 公理化的 160到1900 中国抗拒西方思想 尽管有少数自然的人 已经感到科学启蒙 太重要了 要把democracy的先生 跟塞先生 science 请进中国 至关重要 比如徐广奇 在传教师 李玛窦的帮助下面 把欧几里的几何 前一半翻译成中文 成为叫几何原本 这实际上对中国的 科学启蒙 是一个非常意义上的 一个大使 徐广奇对后一半 没一碗 根根于怀 他说 续称大业 为之何日 为之何人 书以义 徐广奇的预测 一点都没有错 后半本 等了整整250年 欧几里的几何原本 分了250年 分两部分 由李赛兰 跟维利亚里 悄悄完成 中国科学 被欧洲甩得越来越远 大多数 顾布之风的 愚媚学者 比如 杨广先说 宁可宗夏 无好的法 不可宗夏 有信仰人 不肯学习 彻底排外 闭关自首 这完全是错误言论 1840 亚片战争 到1949 外部挨打 内部困难 这一段 不堪回首日子 力强领路 产生的竞争仓上 是中华民族 有了复杂的自卑感 东方人 是不是天生 不少了现代科学呢 19世纪 当德文进化人 用来佐证 白中人 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时候 许多中国知识分子 在灵魂深处 成为这样的问题 所困扰 这不是发生在中国 在日本 长刚 半太郎 后来成为第一个 国家出名的日本物理学家 也早在1883年 进入东京大学之前 也考虑过 日本是不是 不适合搞科学呢 也考虑过这样一个问题 但他经过仔细研究 认识 中国古代哲学 如张子 老子 深入世界以后 才得出 中国同样有能力 研究现代科学 还这种说法 中国语言是科学思想 发展的主要障碍 这个理论被特制解答 以致有人说 中国语言必须废除 必须用拉丁文 由此可以错 当年中国自身分析 已经结构绝望了 心理状态 标志中国真正 现代进步的 有三件大使 1898 金氏大学堂 北京大学的前省成立了 现在大家都知道 北大 1898 在二十四世纪之前两年 现在一百多年了 1905 科技制度废除了 现在我们讲笑话 高考 大家现在对高考越来越逆反了 现在正在进行高考改革 是不是 1905 科技制度给废除了 1896到1898 开派遣 学生东东 日本留学 1907 已经有一万多名中国留学生 在日本 包括孙中山 包括鲁迅 包括周荣 包括邱靖 而五四运动 恰封第一次留学人才 大回归 当然就把窗外的新鲜空气 给带了回来 1949 中国人民从这站起来 到富起来走向新世代 特别是1978以后 中国经济脱飞猛进 每年接近9%的增长 这在13亿人口大过 确实是世界基建 但这能意义上站起来 还必须靠实力 还要真正靠科学 下面你说 中国跟世界强国科技成果的时间比较比较 大家可以看出来 我简单说一下 原子反应对美国1942 中国1956 14年 原子弹 美国1945 中国1964 19年 清代 1952 1967 卫星 1958 1970 喷气机 1942 1958 M2飞机 1957 1965 计算机 1946 1958 计算机商品 1951 1966 半导体 1952 1960 结成电路 1958 1969 什么意思呢 能不爬落后 就要赶 就有可能前进 所以上面 赏权落后的一条平行线 科技落后的一条平行线 开阔了我们中国一百年的屈辱 大家现在自己没感觉到作为一个中国人 这有一百年受屈辱 翻开二世纪历史我们清楚看到 所以中国第一代留学人回归 他们同时带来外来的新鲜空气 有两大部分 这两大部分又是相对立的 大家没注意 日本的孙恩山鲁迅 邱锦 美国的胡思 美国主张平和 主张民主 大家不理解 把胡思从头骂到尾 是不是 他代表欧美学派 所以其中最敏感带头人 陈多秀 胡思 鲁迅 高居武士大旗 这是他们共同的 创造新文化运动 立足白花文 武士竞争的最终 简单的规矩 就是要把两位先生请进来 大先生 塞先生 democracy 民主 塞先生 science 科学 世界的现代化 总是跟大学紧密相连的 大学也是宣传塞先生 最重要阵地 现在问题是传统的底子 很多学生在毫无保留 这样中国传统统治 他忘了 千年留下来中国传统中间 有非常顽固的本质 这非常值得注意的 为了从根本上提高 我们全民的素质 也为了使中国的子孙后代 不再挨打 我们请Science 做深刻启蒙 非常有必要 值得指错 历史上两家平行 给我们理清了思想的脉络 但是更重要的是 我们今天现实就是明天历史 我把皮志林 私人一首断章 稍作修改 写在下面 您 站在桥上 看历史 历史老人 在楼上看您 明月 装上了您的窗子 您 装上了别人的梦 因此 我们今天每一个青年人 必须对明天历史负责 这就是我们这门课 科学竞争与方法的思想产生的始末 我们今天第一讲 科学的现身竞争 第一 主要讲 神位有典型的 现身竞争的科学家 卡尔马克斯也说过 科学入口 就像地狱的入口一样 这里必须杜绝一切犹豫 任何缺入 都是无济于事的 又说 在科学上没平坦的大道 这里那不为劳苦 也那敲遍 向上攀登人 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科学顶点 这是卡尔马克斯 人们常把科学共坚 跟叛登三峰联系起来 这很有意思一件事情 华中科学科学大学老校长 严亚索斯 他本能接见张家 他中文科学研究生 演讲的时候 特别强调 建议大家复习一下 著名文家王二世的游记 由禅宝三纪 全文只有525个字 华是开门建山 报禅山 也就华山 经安徽 汉山县北 不如我们陕西的华山 这就讲起游山经理 山下面平坦 有权策措 而既游者胜中 所谓前洞也 游山以上五六里 有岳气措 若至圣寒 问其声 这其好游者不能穷也 说为之厚度 没进去到底 带到若次越深 骑近越难 而骑界越骑 最终的结果 不少人因为危机困难 大火雨不能快出去吧 我火炬火快进了 于是结果后退走出 王二世对此 全微感慨 他说 负义 以尽这游者重 贤一元这之者少 而甚至其为鬼怪 非常之惯 常在县远 而人之所自 负义故非有之者不能自已 有之者不随意 以自也 那力不做也 也不能 实力不行也不行 无止于烈 而又不能随意待 至于幽暗昏祸 而无之相 也不能自已 三个条件 一个要有志向 科学生 第二个要有实力 第三个还要有物件 你去游山 没火炬能行吗 王二世说 第一要有志 第二要有烈 第三要有无相指 善于利用外界条件 这三个条件 贵切一点 从事科学 必须要有先生精神 伟大革命导师马克思 不仅这样说了 他一生也这样做了 马克思正在阅读 提到马克思科学精神 先生精神 很多中国人会记起 非常有名的故事 据说马克思当年在大英图书馆 写出资本论 固定在一个座位上 几年下来以后 坐着底下留下了磨蹴的皮鞋脚印 走进大英图书馆 越南大厅的时候 头脑直然响起 这一个故事 按照布鲁馆的介绍 这个是越南市里边 一百五十年来 无数学者 革命家 作家 诗人 音乐家 学生 和操协员 就到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 来看过书 这一圈说明牌里边 果然有一块牌子 介绍马克思的 这块一 约多士与革命为题 派章写了 这间越南市 以及在他之前的建筑 为众多的 甚至流亡者 和学生提供了避难所 和精神的源泉 当有人问起 哪里工作人员说 哪一个座位 是马克思做的 这个工作人员 非常认真回答 我们经常听到 这样的说法 应该是个神话式的传说 马克思不是固定在 某个座位上 不过 那个工作人员又说 我告诉你故事 当年戈尔巴乔夫 苏联的领导人 来参观的时候 也问过 哎 马克思在哪里做的 由于可以理解原因 他们只要告诉戈尔巴乔夫 马克思当年就在某某派某某号 因为那个离参考书 比较近的一个座位 就戈尔巴乔夫非常高兴 不过 这位工作人员又补充 在那么多年 知道马克思 应该在这个位置上 坐过一次吧 所以他回到戈尔巴乔夫的话 也不能说完全骗人 则子指出 即使在文艺领域 也需要有同样精神 人民艺术家 赵旦在去世之前 把他艺术经验总结成天堂之路 赵旦先两本书 一个是艺术天堂之路 一个艺术世界 地狱之门 也就是说 艺术既是天堂又有地狱 你要显身 你必须有走天堂的高兴 也必须有走了地狱的准备 这一讲 我们就具体介绍 十位最著名中国科学家 由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 现身竞争 第一个 非常感慨 中国的导弹之父 前学生 在中国科技史上 怎么评价前一生功勋都不为过 尽管他本人一直对自己工作 不愿披露 1911年12月11号出生的前学生 他为中国的科技事业显出了自己的一切 并且培养了一大批青年科学家 60年11月5号 中国成功在九圈发射基地 发射了R2近程导弹 60年5月11月9号 三枚地对地中程导弹发射成功 这个就相当幸远 这两年鹦鹉醒过来了 他不知道 我们50年前 已经早就做了很多工 当然 现在有的可能有一些进步 66年12月7号 中国成功发射第一颗核导弹 80年5月18号 中国第一枚洲际导弹发射成功 我们来看一下 美国对前一生回国的反应 美国海军副部长金贝尔说 哎呀 前一生知道太多了 对我们极有价值 他只造成博士的兵力 另外美国学者说 放前一生回国 是这个国家United States所做的 最愚称的是职业 他逼我更不可能是共产党员 而我们竟然逼他走了 说前一生不懂政治 库博 前一生历史说 政府同意正为天才 正为科学天才 被送为共产党中国 发展他的治理 是这个世界对United States的悲剧之一 美国国防专家 有评论 前一生回到中国贡献 缩短了中国 和武器 发展20年的魔术 美国电视60分钟节目 报道前一生节能中间说 如果前一生人生有不同的发展 今天可能是我国太空计划的灵魂任务 周恩来总理在1950年 对王炳南 贾胜会谈成果非常高兴 我们赢为了前一生 光这一点 黄炳南 贾胜的会谈就成功了 现在我们来简单回顾 前一生几十年 现身科学精神 现身国家的感人经历 第一 焦大青年才子 冯喀梦的邓一门生 前一生出生在中国最美丽的陈志业 1910年杭州 29年 考了上海交通大学 学机械工程 前一生在上海中学 就读之后的硕士 跟我们系列六十年代硕士 几乎差不多 前一生获得上海较大的学智学位 前一生九门功课 平均成绩 九色点四十 喝了鸡群 第一名 第二名跟他差 半了五点五三 差了五分了 平均成绩 你看前一生 一开头就是一个监制人物 从大学开始 前一生就不如资库读书的书袋子 他不仅关心自己的未来 而且非常关心中国的未来 三年来中国从没陷入 比现在更大的困境 内在腐败 外来的侵略 项无加工 他看到日本 石川英太郎写的 日本空军图死中有 中国的空军 好只实力 不这一体 日本对我们怎么看 针对日本有两千多家战绩 当然中国只有二百七十家 而且其中九十家才能飞 其他根本只有翅膀不能飞的 这种航空 前生对他好朋友 罗培林先生说 中国政治进步 不仅需要科学天才 也需要权力 政治权力 他是非常清楚的 他留学的爱国动机 非常明显 这一九九九年六月 正式封前生罗培林 在前生住的地方 六十五年 就有重续三个人拍着下 都已经九十高龄了 年轻的钱余生 三五年 前生赴美留学MIT 麻省理工 图为前生乘坐 加斯总统号 冷船 到达西雅图 跟同学合影 三六年 展了加州理工 师从世界的航空之父 冯喀蒙 冯喀蒙 这里还要多说几句 喀蒙是美籍匈牙里犹太人 一辈子没结婚 同样一辈子多生的妹妹 照顾她生活 她有时候 先生科学典范 喀蒙虽然少年已经露天才 但是德国并不如意 这一九二一年 加州理工的董事长 美国第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米利根 大家可能不大了解 米利根有点试验 是来测量电子E跟电子质量的 这个比着EBM的 米利根 是美国第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他夺取慧眼 在二五年 建立航空系的时候 当经费只有五十万美元启动 果断请了 格林根不得知的 冯喀 把他请过来 这他指出 当年航空系有五名教授 还分成两派 能搞好吗 米利根眼光对了 冯喀蒙把加州理工 建设世界一流 也把美国航空 推向了世界第一 冯喀蒙眼光也对了 他慧眼识别了签约生 冯喀蒙在他回忆里写道 1936年 有一天 签约生来看我 希望我对他进一步 共同研究生 提供一些建议 当年签约生26岁 这是我第一次见面 他这个体格手小的年轻人 其实在中国人讲起来 他也不算手小 这个签约生 当然大家照片看得很清楚 非常帅 一连严说 对我们的问题 但复得结尾成功 结尾准确 非常少见 他思想 深水敏捷 深得我心 所以我建议 你到加州理工来念 PHD 签约生一派结合 立刻接受了冯喀蒙建议 由麻省理工转入了加州理工 则在指出 三年代经济大萧条 加州理工的美国生活条件很差 加州理工是一个仓库改造的 现在大家是不得了的 加州理工 当年是个仓库 设备很差的 这些学校 短短几十年 已经发展成世界一流 为什么 由人才 由冯喀蒙 这个变化 则在我们学习 三九年才三年 在加州理工 获得航空数学 不日学会 而钱生穿了不思议 这要是建制总会拔出来 在《中国飞弹之父》 《钱生之秘书》中 是这样描绘冯喀蒙 跟钱生这对师生 巧于之计 如鱼的水 喀蒙说 钱生和我一起解决了 很多数学难题 他想象的极为丰富 不但数学能力强 而且善于观察 自然现眼的物理本质 在《鲁卡》相当困难的问题上 都能帮助我 帮助老师 理清观念 他的天资作业 实在难能可贵 我们顺利成长成为 轻蔑的工作伙伴 老师对学生 不是我怎么教导你 我们轻蔑的工作伙伴 他还帮助了我 对他们的学习和工作关系 九万人都说绝配 钱生好友 Summer做了如下描述 钱生等于逢他们左右手 为善门所现的多种东西的计划和概念 比冯善门本人更彻底更有效 他工作不分咒眼 手稿既然成功都做得既快又出色 他成了冯善门的贴身助手 把冯善门构思的方程式具体化 钱头脑好 速度又快 这样的人才正是千债难逢 马不说 前日善门最好的合作对手 根据我跟他们一起工作经验 只要钱生跟他们两人在一起 就一定会有创新 老师逢他们的战略眼光 聪明敏捷 学生钱生仔细慎重 反复推敲 很快成为加州理工航空领域的双智星座 第二 在美国展露头角 中科院士 中工程院士 郑聪明先生 是钱生在美国的师弟 哎呀 大家在美国不知道 我这个现在都可以说实话 以前也不敢说 美国导师几乎有这个 他喜欢谁就喜欢谁 其他人都不喜欢 封善门有很多人啊 大家等于这 不是钱生一个 有些非常有名 院士很多 不 这些是喜欢钱生 另外郑聪明 是钱生美国的师弟 他很了解三年代 航空美业的背景 他当年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就怎么是飞机飞得更快 飞机的基因应该怎么设计 外星应该怎么设计 这都成了问题 航空工业特别需要具体办法 当时没有计算机啊 是不是 你自己手啊 其实马克数高的基因外星 怎么进行修正 钱生经过仔细研究 非常巧妙的 用低速实验数据 可以换上升高速实验数据 马克数相当高 这就是加州理工第一份的礼物 著名的 咖门前公司 在航空公园 计算起没情况下 产生了高速飞机 前生又研究了 超音速飞机带来的新问题 四千年 他摔心写错 核能发动机 用于飞机推进发动机的可能性 请注意 已经离我们六十五年了 十七年 到目前为止 他现今思想还没实现 在飞机上还没有一个核能发动机 上次工作是前 又要成为航空领域的谣言明星 大家可能认为 这个前生思想超前 六十五年了 哎呀 核能发动机 如果在飞机上有危险 现在无人机嘛 无人机你可以用核能发动机 可见他的思想很先进 里面是有困难 更重要 前生率先潮流 研究火箭 Rocket 最后演变成MESO 导弹 当年全家火箭研究 刚刚起步 大多数人并不看好 一九三六年 前生火箭研究伙伴 在火箭引擎谁也小站留影 这个大家可能看 哎呀 一开头 任何时候一开头都不是那么美的 三六年 到现在 已经七十六年了 大家看 什么火箭 比鞭炮大不了多少 是不是 这是一开头 起步的事 前生加州理工最好的朋友 火箭社成员 玛丽娜 一九四年十二月 当年火箭理论研究的 组长的前生 身于马皇全美军神言基地 军队马上就算了 哎 前生这个 有思想 您来当我们的顾问 组长 美军介入 美军介入 就等于有一件事 有钱了 小兵爱飞弹成功 该飞弹是美国演出的第一枚 以固体燃料推进的飞弹 那首 钱一学生 冯·卡蒙前生 正在审讯二次大战结束以后 卡蒙在德国的老板 普莱特 一九十五年在格林更造的 钱一学生穿了美军服装 跟卡蒙他老师在审问普莱特 什么审问啊 都在咪咪笑笑 是不是 钱一学他示范 抨击发动机的飞行轨迹 飞行轨迹 纽亚克 Paris 他很有思想了 当年这个已经可以抨击飞机 从纽约可以到巴黎了 这横跨了半个地球了 冯·卡蒙对这名学生极为满意 他竟然向美国空军推举 哎呀 钱一圣应该进科学国务委员会 他才36岁 轮轮称道天才 他的工作可以高速气动动力学的喷射推进研究 带来极大的原动力 至于此 我提名他加入美国科学顾问委员会 科学顾问委员会就相当美国科学政治局啊 是不是 前日在科学主持的美国长期规划埋下新高度 撰写两卷捐六卷钱 已经参加到美国核心层的最高层次 美国报告称 前生二十世纪上半年是美国成为世界强国的明星职业 所以大家不了解 前生不催的 第三 艰难的回国之路 美国五十年代反华的马卡西主义 打破了前生缘由瓶颈 仅仅为了几个音乐朋友的续会 就把前生打成共产党员 从五十年代开始 前生受到了美国政府建造五年之久 其中洛杉矶市附近的特别人小岛 监狱关了十五天 是钱 毕生难忘 钱 心灵受到沧桑了 每天晚上 隔十分钟警察就啪啪啪打开 看钱生在不在 过了十分钟又打开 弄得钱整天都没法睡觉 这个标榜民主国家 十五天生活就是钱生锐减了三十八 按钱生夫人蒋英 蒋巴利的女儿说 回来已经不成人性了 钱的遭遇引起了很多著名科学家的抗议 大家出钱出了五千美元 把钱保释回家 但每天FBI监督 特务敲门和电话骚扰 钱是一家动日如年 就在这样的条件下面 前生依旧没浪费时间 就是在监约出来以后 写下了传世民主 工程控制论 大家可能不了解 威娜写了控制论 但他不知道工程 而前生第一次把控制论的思想 就反馈feedback思想 引用在工程上 他五六年在中国出版的工程控制论 钱人的遭遇 知识之中 牵动着祖国和特别重来总理的信 著名日内外 中美大家会谈 有王炳南跟贾胜对阵 15年有贾胜回忆到 1955年8月 总共76位美国战俘 由朝鲜战场 有比较有名的美国战俘 持留中国 其中四位公民 35位军人 但是55年9月只有13位空军战俘 获得释放 还有一位 里边一位空军将军 为了使战俘释放 就要换人 钱人生 就作为换的对象 我释放美国战俘 你把钱人生过来 经过千难万象 中中挫折 1955年6月13号 总统SN浩尔决定放纵 钱学生 当年不了解 1955年8月4号 移民就通知 钱人生 您可以离开美国了 55年 钱人生 一男一女 克里夫 总统 这女的就是他夫人 蒋英 55年9月17号 钱人生一家 抵达香港 钱人生一家 有深圳部落大陆的一生 我这里一定要把细节告诉大家 这个照片不容易 钱人生 从美国回来 手里拿了一个什么 吉他 所以他在音乐上 以后有机会 钱人生的音乐 照应也是很深 为中国带来第一部吉他 钱人家 在上海的合影 钱人生跟毛泽东 毛主义都接见钱人生了 钱人生跟周达总理 我说合影 钱人生跟周德 周德那时候年龄已经大了 就是长大五年的艰难列程 钱人生和钱家 终于回到了久别的祖国怀抱 政治怀抱 钱人回国时 苏联和美国周期导弹还没过关 钱人建议 我国应该先搞导弹 搞导弹容易搞飞机呢 为什么呢 大家说搞导弹 为什么不 因为飞机上空 要保证安全 材料难题非常尖锐 中国的技术工业不过关 我们还需要很长时间 来解决它的材料问题 而搞导弹 材料是一次性审号 国外感到搞导弹最难的指导技术 指导就是控制 通过电子来射线 钱人生说来 在中国人 尤其钱人生 是最有办法 结果证明 钱人生是对的 第四 迟到的正规手稿 钱人回国是由美国政府的无力阻绕 大量东西都没带回 特别他论文著作手稿 但他在加州理工的弗莱克 马波 有个朋友 一位有心人 他把Guggenheim的推进实验室 同时很多时间收集他的手稿 悄悄藏起来 九十年代初 郑泽民访美 接到了马波 要注意 钱学生 五五年回国以后 再没回美国 钱生公开胜利 这是公开胜利 如果美国总统不检讨 说赶我走入部队 我永远不回美国 所以钱生到去世 再也没回美国 而他的师弟到了美国 马波也要退休了 九十年 就把钱生的手稿 交给了郑泽民 由96年全部代为中国 那已经过了四十年了 您看这钱生手稿 这确实有一个传奇故事 看到了钱生手稿 我内心有其他的震撼 不需要任何解释 华丽的形容词 就可以看出 钱生作为世界界科学家的严谨 认真和一丝不苟的科学手风 他成了中国人民边 非常宝贵的财富 第五 我们的钱生 这是一本书的名字 说得太好了 钱生是中国的 我们的钱生 由于保密原因 跟钱生本能签讯 他的巨大成就 他的工作 在中国始终是个谜 工作了解就五六年 钱生工程控制了 获得国家科学一登奖 接着就蒸发了 实际上 钱生是名副其次的 中国的导弹自负 中国制的中程导弹 1966年12月7号 中国成功发射了 带有核子弹头的飞弹 这张试试是全世界最有危险性的 和武器事业 该飞弹从 甘肃的双层站 基地起飞 因为 中国制的中程导弹在发射 中华人民国高建议过三十五周年上 中国人民解放军导弹部队 整齐地通过天安门广场 中国制残舍飞弹 特别则在指出 1989年8月7号 当时总书记江泽民 与钱一生在中南韩谈话时 江泽民说 我们不应该推送钱一生同志 在科学上的成就 我们更应该尊敬他的 爱国情操 那是更为重要的 这就爱国现身 事实上正如此 这位作为人格在美国受到羞辱的科学家 当1970年加州理工 要办给他结束效益的时候 他站定结调的时候 除非美国政府公开道歉 否则我再也不会达上美国的土地 钱一生从1955年以后 再也没到过美国土地 正在他想美国所拨的视野 1989年8月7号 江泽民会见钱一生 另外一件小事 是更加得我们体会 1955年10月 在香港钱一生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 因为中国记者用英文问了一个问题 钱笑了一下 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讲中国话 记者说 我这会说广东话英语 钱一生说 我想普通话昨天已经用得很普遍 而你是中国人 你应该学讲普通话 对他爱国的权权之心 在任何方面都能体现 钱一生获得 91年获得中国 国家托出贡献奖 那么短的篇幅 我们无法说定 钱一生各项贡献 但从上面 倾斜已经可以看出 钱一生已经把自己的一切 献给了祖国 他是一位真正的献身科学家 不为民不为利 为中国站立起来 做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钱一生 所有人民 我们的钱一生 谢谢 谢谢